因为锂电池火灾以目前的状况 你其实是无法破灭它的 把这个火弄熄了 它很快就会复燃 那要怎么办 你只能用大量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九三先生 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 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 嗨我是金金 大家晚安 晚安 好那我们今天呢 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个比较 特殊比较特别的火灾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聊 锂电池火灾这个东西 事实上我看呢 我查的这些资料 好像纽约消防局提醒大家说 如果我今天电动车的火灾烧起来 你可能会面临到的危险 其中有一项就是电极的风险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它会产生非常非常大量的高热 所以它那个可能甚至延烧的速度会很快 那第三个还有就是 它会复燃 因为锂电池火灾以目前的状况 你其实是无法扑灭它 把这个火弄洗了 它很快就会复燃 那要怎么办 你只能用大量的水去灌它而已 这个灌水是阻止那些高热 去延烧附近的东西 因为锂电池它真的因为异常状况而开始烧起来之后 你无法中断它那个产生热量的反应 所以你今天扑灭它了 它的反应继续它就又会烧起来 那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就是大量的灌水 让它这个热不要去散到旁边 阻止它去影响周围的东西 然后等它的反应自己结束 还有另外一项就是它会产生毒气 当然呢你说发生火灾那个烟本来就有毒气 没有错啦 因为它里面的化学物质不一样 所以它会产生毒性非常非常高的烟雾 你即使是在户外 你的救灾人员都还是必须要全部装 带空气呼吸器 那这个民众呢 民众你看到火烧车 就算它不是锂电池的这个电动车烧起来 我都还是建议你 就是赶快跑的对 不要围观 你也不要想着说我去扑灭这个火烧车 不要啦 我看过几个影片 有的是它在烧起来之前会冒出大量的烟 而且那个烟是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像一团那种就是云状的那种烟 那有的不是 有的是它就忽然开始出现像那个鞭炮一样的那种小爆炸 然后连续的叫连续的小爆炸 然后火烧起来之后它还会继续的爆继续的爆 回过头来我们讲的锂电池它不见得是只有出现在电动车上 它有可能像我们的电脑手机 那都会有锂电池 那锂电池呢我们先从预防角度来看 它可能今天会烧起来的原因 第一个可能就是过冲 就是我充电的时候呢冲过头了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件事 基本上你使用原厂的设备 原厂的充电器 那它都会有这种过冲的保护装置 那第二个事情就是它说不要让设备呢在太阳底下曝晒 所以那个有些人的手机放在车子里面 嗯哎感觉好像也挺危险 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它说尽量不要去碰撞 不知道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这都可能会让它有危险 好尽量用原厂设备 然后呢不要让它在太阳底下曝晒 然后呢尽可能不要让它去碰撞 如果呢你今天已经发现到说 哎电池啊没有变形 或者是甚至它开始冒烟 有异味液体泄露出来 或者是呢就是一直降温降不下很热 发现这种异常的状况 你就不要再进去使用它了 见地子这时候把它丢到水桶里面去降温 让它泡水 就像你电池火灾要一直喷水 如果真的你已经看到烧起来了 你是要赶快离开现场赶快跑的 那这边讲的是说 你发现它好像有异常 但是还没烧起来 不要看到说 我锂电池已经烧起来了 我还要把它拿去泡水 不要拿啊 这不是你民众可以做得到的事 纽约消耗局上面的建议是说 泡在18公升的水里面 你说光一只电池就要配18公升的水 对对对对 掉到水桶里面之后 他说如果可以的话 建议你把那个水桶搬到户外 它在异常的这个反应下会放出毒气 不要让这些毒气可能在你的室内累积 甚至他说这个水桶搬出去之后 不要盖盖 就是要让这些毒气飘散掉 当然他的这个建议呢 可能你食物上要办到 有点困难 如果大家办得到的话 我觉得就照他的建议 如果办不到 我觉得你用浴缸好了 然后马上离拆现场 打19报警 那最后呢 假设他今天真的是烧起来 那这个救灾单位呢 必须要做的事情 使用大量的水 怪了他 如果我今天电动车 是停在地下停车场里面 我这个消防车 搞不好也开不进去 所以其实才会有你刚才讲到的 现在会出一个防火毯 把这整个车子给盖住 不用冲水 对 他改成是用防火毯 避免他这个热 去延烧 去影响到旁边的车子 把旁边的车子给点燃 用防火毯 也会有一些条件限制 因为你今天要盖防火毯 就变得是我人要接近车子了 这种情况会变得是很局限在说 发现到这个电动车烧起来的时候 他就是刚烧起来 他还没有产生很大量的热 或者是这个很多的毒气 或许有些人也会问到 就是那我这个地下停车场 是不是装一些灭火器 但是就我目前所知 还没有灭火器 可以非常非常有效率的 污蔑电动车火灾 不是药剂污蔑这个火灾的问题 而是这个药剂能不能够深入到 电动车电池起火的那个部分 这个是目前可能还要再努力做克服的 我们科技越做越发达 大家也都知道现在锂电池是一个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投入心力 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努力 将来说不定真的会出现 可以灭锂电池的灭火器 我觉得现在锂电池 日新月异 已经有越来越稳定了 但也不要说因为我们讲了这些 就觉得说锂电池 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 但其实我们生活用品 已经充施了锂电池 我们已经都在用了 所以其实并不用害怕 只是有发生灾害的时候 当下我们应该要知道哪些 跟做哪些事情 是可以提升自身安全的 知道这样的概念 我们做好这样的准备 真的不用因此过度担忧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么希望今天的分享内容 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 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 请按赞 订阅 分享我们的影片 对于离电池火灾 你还想知道的资讯有什么吗 欢迎下面留言 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咯 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以前消防队 假设遇到那种很严重的车祸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用那个破坏器材 把他的车子给解开 我们还有请油电污混合车的厂商 来帮我们上一堂课 教我们怎么样子把这个油电污混合车的电 给中断掉 好酷耶 对 因为呀 这个油电污混合车的电 是走车子的 就是我们讲的A柱那个方向 那那个A柱其实是我们在做车辆车体破坏的时候 我们会去捡的地方 他说如果你没有把那个电给中断的话 你去捡的时候你可能会被触电